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害蓝风的是狐足之宝 寄灭伦 是洪若 妖族犯无天宫 我仙族 绝不留情 对对对 对对对 主位 真相未明之前 不要轻举妄动 还有什么好查呢 三界内 九尾湖唯有湖族手里洪若 他对妖皇忠心耿耿 若非妖皇下令 又怎么会无缘无故出杀蓝风 众无故睽睽之下 连我仙族的代长者都被残杀 然而后 仙族既不是人人自卫 还有何颜面摧云三界 我要亲手杀了他 华叔殿下 帝眷之人身 以身迅势 才换来了两界安宁 先要两界和睦不义 事关重大 现在 我们必须请回天地 回宫查明真相 真相未定之前 我们不能把这件事 迁怒到妖族的身上 到时候凶手跑了 你们谁 带得欺这个责任 华叔殿下 三千年前 本君和洪若 在罗刹地曾有一战 但这个凶手和洪若的 灵力攻击之法截然不妥 应该不会是洪若 华叔殿下 那人和帝君交战 身上必染上了帝君的灵气 只要取一滴帝君的心头血 配合我万宜山的追踪术 便能循着那人的踪迹 一路追踪 事不宜迟 还烦请万宜山主 能够带领我们 擒拿聂处 那妖狐 怎会入了大则山 大则山有结界 为何那只妖狐 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大则山 那只妖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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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会入我山门 但我大则山 绝不可能窝藏凶手 仙君无极 大则山门风纯正 仙剑无人不孝 我等绝不会硬闯的 天宫欲峰 帅众仙君 拜见贤善掌教 还望掌教 能够波容一箭 这事发生的合适 这事发生的合适 看这架势 感觉势力非有 阿易 你先进去休息 这里交给我 你是鹰族公主 你去怕不合适 我去问个清楚吧 那我们一起去 我去怕不合适 你们看 我去怕不合适 我去怕不合适 你这样 Beschледige 我去怕不合适 一突养 せ嘛 我们一起去火候 我去怕不合适 我们在海军 成了 只要载入侵犬中炮尘办用时辰 便可给阿盈服用 东华用途阿盈 见过于逢先尊 各位长将 不知是何事 要扣我大自身身门 阿盈女军 不知闲善长将 和闲逐先军何在 两位师兄正在闭关 点燃九星灯 那古晋先军呢 时数抱歉 阿靖师兄也在闭关 不知发生了何事 不妨先与我说 你能做主 若我说你大则山 窝藏杀害蓝风的妖族 你也能做主 你若真能做主 就给本公主打开山门 让朱仙入山 捉拿哪只杀害蓝风的 九尾妖狐 什么意思 杀害蓝风 阿淑 这位仙尊 我大则山内确实有一只九尾妩 前湖王之子 红毅 但我将各位保证 红毅绝不是杀害蓝风帝军的凶手 前些日子我与师妹阿英 前往妖界探寻火凤仙渊 不幸被昆宇久渊结界 乃是弘毅出手相助 他也因此内担受损 我们才把他带回大泽山休养 如今他内伤出狱 以他的妖力 怎么可能前去刺杀蓝丰帝君呢 或许他早已养好了伤 潜伏在大泽山 伺机而动谋害先祖 阿淑 我知道帝君遇害你心中悲痛 但弘毅真的不是凶手 他近日一直在掩天殿闭关 凶手被晉升 半步为例 你不是在闭关吗 你如何能证明 他从未去过天宫 话说 弘毅他不过是下君自治 根本杀害不了蓝丰帝君的 可我通过观视镜和追踪术 亲眼所见的事实 就是那九尾妖狐 用寂灭轮杀了蓝丰 又逃入了大泽山 所谓晉升 只是他用来混淆视听的谎话 打开以大泽山的护山法阵 我要亲自抓住他 向所有人证明 他根本不是一阶下决 我安用他的血 寄电滥风 热天伞 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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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君遇害我们也感到惋惜悲愤 单词是疑点重重 我可以同意你们进山 搜寻真凶 也可以让你们一探 红衣的妖军自治 但我绝不可能让你们带走红衣 他虽性格狂傲 但绝无半分汉人之心 先要虽有足类之分 但绝无善恶之别 若我今日一定要带走他呢 古今 你要对我动手不成 是 华叔 武尽所言非虚 我大泽山可谓红衣作保 他绝非凌羽殿刺杀蓝风帝君真凶 华叔 先不论此事是非对错 黑白屈指 你在我大泽山 记起遮天伞闯山 是否过于不妥 姝儿 休得胡闹 仙善长将 今日小女大婚失了夫婿 一时悲愤这才冒犯 恳请长将 不要恨小辈一般见识 罢了 帝君宽厚仁义 想不到会遭逢此劫 公主请节哀顺便 但也误上了有心人的当 让仙妖世和战乱又起 先祖统识帝君 理当同进同退 我大泽山也不例外 今日 诸位先尊便可进山搜寻 但凡有所获 我大泽山 绝不姑息 正如议 是 掌教 事关先族之位 帝君之死 得罪了 殿下 我的如山茶探 您在外面 静待消息便是 那些仙尊正在用仙网搜大则山 他们会不会发现 仙网不过半神发起 我这半神子指 乃遵上纯粹的魔神之力所赐 足以与之之后 再说世神话未开 我隐藏在红衣体内的魔际危险 仙网是探不出来的 红衣的确是夏军的辞职 大则山并无其他发现 闲山掌教 今日遇封多有得罪 还请掌教多多包涵 事关重大 先尊不必如此 还烦请先尊继续查明真相 寻找真凶 如若真有魔物作祟 挑拨事端 我大则山的九心灯大阵 也定让魔物必无可避 眼下当肃请天地回宫 主持大局 掌教放心 先妖两界虽然积怨已深 但这等事情 我等不敢妄下结落 百年前的汉事 绝不能再次发生 既然胡族洪若 难与帝君之死撇清关系 我会派遣先使 禀明妖皇彻查胡族 给仙界一个交代 没事吧 没事吧 阿静 刚刚你没有失了分寸 做得很好 世尊他老人家飞升以前 一直最担心你 总是觉得 你入门时间短 又年少了一些 没有时间好好教你 但如今 他老人家总算可以放心了 你比师兄欲想的 成长得还要好 多谢师兄 阿姨也做得很好 但眼下最要紧的是 照顾好你自己 别再虚好身体了 明日 这九星灯便会点燃 我与你二师兄 会秉确五时 专心酝养神灯 这大则山就交给你了 拿着吧 阿静 无论遇到任何事 做任何决定 大则山永远支持你 你就放心去做 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吧 多谢师兄 看哪儿 看哪儿 凯雷阿九要尽身为上军了 我必须回眼天殿 和你师兄点燃九星灯 切记 不能让天雷误伤眼天殿 否则一切都会功亏一篑呀 明白 还好吗 还好吗 嗯 怎么那么冰啊 你怎么样 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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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姑 阿爷 小师姑 我 你 去忙 速赵 进去 这锁梯 你看 Lobb 帅 箱anche 老虎 要练趁神诞 一定还差别的是吗 我得去趟紫月山 我会带着轻衣他们 帮阿九扛过雷姐 护好九星灯 这天来还有一个时辰 才能降下来 我们能扛得住 你快去救阿烟 好 这里交给你吗 放心 父王 您之前与洪若的交易 是否有牵扯到蓝峰 零一大会上 洪若就已羽魔勾结 搅乱天宫安宁 是不是蓝峰他发现了什么 所以要杀他灭口 父王您告诉我 蓝峰是不是被洪若杀害的 你说什么呢 洪若和天地奉原交好 我怎么能想到他和魔勾结 如今我也是追悔莫及 这再说了 洪若也只是想拿回寂灭轮 又怎么会牵扯到蓝峰呢 寂灭轮与九卫燕姬又怎么解释 如果说洪毅他真的没有离开过大泽山 那这三界之中还有哪只九卫妖狐 能够用寂灭轮杀蓝峰 你不要相信大泽山的一面之词 你要相信关世晶的证据 如今天宫已经去妖族调查情况了 他洪若有没有嫌疑 马上便会见分析 而你也会知道 大泽山跟关世晶 谁说的 才是真相 不是说最近不要见吗 你这是跑来做什么 我这次以妖狐真身杀蓝峰 若我被那仙族发现 他怕是会用仙王对付我 我应付起来可能有些棘手 你不是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吗 可洪毅区区一个下军 又怎么杀掉了蓝峰呢 你当仙族人都是傻子 你放心 我自有安排 大泽山如今已经 帮洪毅洗清了嫌疑 等天地奉妖回来 以他和洪若的交情 一定会亲自去胡族调查真相 倒是我倒想看看 这身份还能隐藏多久 lesies 华墨已经成功将氏神花种下 并施下了掩盖的法术 待氏神花长成并毁掉纤迈 无等便杀了古迹 夺取火黄玉 大开封印九渊的结界 到时 魔神明起再度现世 这激怒万载的魔 定能让这三界 天翻地覆 小神君 一看见小神君 你跑什么 我不能让阿剑看到我 等会儿 你还是有事情瞒他了 对不对 没什么事情 你别拦着我 到底什么事情 放手啊 走不了了 花神灯 这就是你说的花神灯吗 碧波 阿剑 这炼制花神灯要什么 告诉我 我 碧波 我知道你一定有你不说的理由 但这件事情关乎阿音的性命 无论真相是什么 要失去什么 会发生什么 你都应该告诉小神君 让他自己做出 他长大了 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碧波 阿音对我很重要 跟父神 母神 封渊姑姑 你 一样重要 帮我救救他 阿剑 我以为你寻不到万年非寿的那代 你就会放弃的 没想到你真的去练了花神灯 没有骗你 我族内真的有花神灯 但之所以没有练至成功 是因为没人能拿到最后一位药药 是什么 九元魔髓 只有拿到世神花王花心中的九元魔髓 才能练至出真正的花神灯 才能练至出真正的花神灯 但是阿剑 你现在神力会开 连最普通的魔力都难提 我怕你也会死在里面 农军 帮我打开九元鲨鱼 好 阿剑 你别去 你别去 根本来不及了 就算你现在拿回了九元魔髓 那也根本没有时间 去练至这花神灯 更何况以你现在的先例 你怎么能打败世神花王和那么多母 碧波 不论再难 我都会去的 若让我亲眼看着我最爱的人离开 太难了 从小学院 离开 它是因为我在回面上 现在这样 如果它走了 我撑不下去 不用 帮我收着 龙军 稍等我片刻 好 阿音 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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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到天蕾的威力才是最强的 一定要撑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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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不负苦尽所动 结束了 怎么会有天雷 这情况 难道阿九还今生败神了 阿九 你快回去啊 阿九 阿九 你干什么 阿九 你不是阿九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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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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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将近 因死之证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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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他不是要进卫上军 他是要化身 所有人都被他欺骗了 大泽山有危险 召集众仙 去大泽山 不愧是大泽山的长教啊 居然可以从半神的雷劫里 挣脱出来 何妨我 胆敢犯我大泽山 大泽山又如何 我想杀 便杀个干净 不愧是大泽山 天蓝 不愧是大泽山 天蓝 阿九 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 我要酿成大错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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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н尿 尿 收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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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车 味道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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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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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可惜了 这钟灵玉秀的万年仙山门派 大泽山先满一回 再无禁止 能阻止主任 夺得虎黄月了 先主 今日你我二人 要为大泽山断后 好 清云 快带弟子们从结界里撤 师尊 弟子不走 弟子不走 走 走 大泽山在 弟子在 弟子们誓死保卫大泽山 弟子誓死保卫大泽山 是 是 是 夜双殿下 此乃我大泽山之解 与殿下无关 还请殿下速速离开 不行 我不能走 今日必须有人活着出去 将魔族卷土重来一事告知三界 早做防范 张教 也说殿下 在下还有一不情之情 请将我门下最年幼的弟子清衣带出去 为我大泽山 留下最后一丝血脉 张教 请你答应在下 师尊 师尊 弟子不走 师尊 弟子不走 走 弟子不走 弟子不走 师尊 走 走 师尊 我不能 师尊 我不要 我不要 师尊 我不要 我不要 轻衣 大泽山 就交给你了 师尊 师尊 众弟子听令 在 斩恶除魔 快 快 阿弥陀佛 我 败 责 先 战 好 等我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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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则山这些不怕死的 竟敢毁了我的魔君 怎么 难受了 我差点忘了 那些人照顾过你 我下手应该倾斜才是 放心 等本尊用完了你 自然会让你去陪他们 先借的人应该快到了吧 一个蓝风挑不起仙妖大颤 再加上一个大则山 分量够了吧 本尊筹缪了百年 天下大乱的日子终于来了 一个也别想活 一个也别想活 请减变 快点 就是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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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为何突然觉得心中很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